嗨 baby们 我是你们的娃妹小甜 光阴四箭日月如梭 又到了我最期待的环节 去年这个时候 我做了国产烂剧的颁奖视频 今年怎么会没有呢 娃你妹2019第二届 国产烂剧颁奖典礼正式开始 我们先预认一下 第一个奖项 2019最佳动作设计奖 请露可大屏幕 推手 一天屠龙记 我的真朋友 当我正打算把奖项 发给物理真正的时候 他出现了 好 让我们恭喜 带把流雪 获得最佳动作设计奖 面对持枪的歹徒 苏虹雷用肉身 夺子弹是今年的名场面呀 雷亚 你去拍东调 也好过拍这部烂剧啊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 2019最佳 五毛特校奖 请看入围名单 如果可以这样啊 一天屠龙记 一天屠龙记 封神演义 天地一气 五雷正法 绝技 领界天下 最终我讲的是 绝技 领界天下 比国产烂片 特效更烂的是国产烂剧 看完剧版绝技的我 要跟小四说声对不起 对比产生美 不比不知道 一比吓一跳啊 2019最佳造型设计 提名的有 虫儿传奇 风神演义 玛丽学员 这就是索菲亚的成名绝技 即犀利与沉稳于一身 娇媚于自然为一体 索菲亚这一次 难道要化入新暮色妆 好了 这场比赛的结果 我想 已经很明显了 最终获奖的是 玛丽学员 2019最佳广告植入奖 入围的有 我的真朋友 带着爸爸去留学 阿姨 我还没有买洗饭水 那个 那是超市牌子 那不好用的 你能给我买点潘亭吗 阿姨 我牙医出血了 你能帮我买 只牙医出血的牙膏吗 你也囤了这么多面膜啊 我现在囤了好多 玉尼仿的面膜 可是他都不肯让我用 最终获奖的是 带着爸爸去留学 广告植入又多又深意的 我见多了 植入的这么肆无忌惮的 还是头一个 开头第一集 一个女人飞出车窗 狗带了 只是为了植入一个 猪车广告 妈妈给不听话的儿子 泼了一盆冷水 只是为了植入 感冒药的广告 小男主生病得了失语症 小女主说 你现在说不了话 但学习别落下呀 就推荐了某个学习APP 甚至还在一分钟内 无缝插入两个广告 这哪里是 带着爸爸去留学 建议改名城 带着广告去留学吧 让广大女性 捏紧拳头的奖项来了 2019年最想殴打的 男性角色 请露可大屏幕 青春斗 我真的特别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好吗 青春斗 让我闻你一下 不行 要不你闻我一下 想什么呢 要不咱俩相互问一下 青春斗 你有病吗 我们俩怎么出去啊 青春斗 那咱俩就一起赃上大海 青春斗 青春斗 你猜 三年之后你能去哪儿 哪儿你都去不了 你说你出了社会能干嘛 最多去历史博物馆 当一讲解员 还是编外 我又不当讲解员呢 那饿死吧 不饿死也行 找根绳子上吊 利索要 所以说你以后 只有跟着我才有好日子 同志们下次遇到 这样的渣男 直接给他一耳光 珍爱生命 远离PUA 气氛逐渐焦灼了起来 现在是下两个重量级的大奖 2019最佳男主角 入选名单有 杨硕归还世界给你 曾顺希 带着爸爸去留学 要不您瞧这奶油炸光面子 诶 你看 你打我 跪 行周林不复时光 你喝得烂醉如泥 你给我解释啊 解释啊 你们今天在说什么了吗 你们现在就是我最大的基盘 亲情友情爱情我的事业 一切的一切让我感觉不到任何快乐 没有任何成就感 嗯 其实这个奖项 我心中有个更好的人选 最后是大家最最最最最期待的大奖 2019最佳女主角 提名的有 沈月七月与安生 看到没有啊 这是你最喜欢的一个活儿 以前你碰都不让我碰一下 现在我要摔碎了 你在跟着这里 都被你弄成什么呀 哥 这么多年 我一个人上学 你自己一个人放学 我他妈就像个垃圾一样 被那个人了 郑爽青春痘 刘堂的美好时光 你把那个肾脏的捐献者 是阿姨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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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景言后懒传 抱歉 你是我的答案 喂警察叔叔 救命啊 你快救救他 妈妈 不要你死 杨颖 我的真朋友 一个人在国外 好好照顾自己 一路平安 哇 我 说 你看 下来 而且 可能apa 三十十 超好的 快 你 trials 敬你します 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请给我们大幕打出你心目中最佳女主角 玩物看来今年最佳女主角的竞争 也就十分激烈了 究竟是谁呢 完美宣布 2019最佳女主角的得助是 杨颖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天宝老师 连续两年获得万里妹妹 最佳女主角 一次名列前茅是幸运 两次板上有名则是实力 每年都在进步的宝贝老师 终于在今年 她的演技从负分提升到了零分 从登演示演技 进化到你看不懂的神秘演技 两个字概括 勾吉 做演员不易 拿大马冠更不容易 加油加油 宝贝老师 不着急不着急 我们有时间等你进步 现在全部讲项颁发完毕 没想到蛙女妹妹还能做第二届 大家这一年纷纷贡献了自己的眼睛 辛苦各位了 感谢宝贝们对蛙妹们的支持 好了 蛙女妹第二届国产烂剧颁奖典礼 圆满结束 我们2020年再见